嘿,伙计们,我是小周,今天我要带您了解一下世界上人口稠密度比较高的地区和城市。 提起人口的稠密度,我想大家最应该想到的是亚洲。 亚洲城市的人口密度在前十名中有一多半,而且排名第一的自然是孟买了。 金融区的人口达到了每平方米三万人左右,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。 而为什么我今天要带领大家看日本和巴西呢? 因为这两个国家城市发展的相对较好,日本是发达国家,而巴西是跟我们一样发展中国家, 所以既有差距又有对比,能够更加深入地探讨各国城市发展的水平。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日本东京附近,大东京都市圈的密度整体比较均衡, 而不像咱们有的城市,市中心密度挺大的,商业集中的地方人口也挺多, 其他地方就一般般了。 在日本从横滨到东京整个都市圈几乎都是一样的,密密麻麻的住房都是地域型的, 不知道为什么在日本假如看地图的话,城市住房的密度好像远远大于任何一个城市, 但在人口密度排行榜上前20名根本就没有东京, 并且在东京旅游感受不到如此强烈的冲击。 分析原因可能是日本的工业用地比较少的缘故,几乎都是住房和城市功能性的建筑。 而咱们即便是市中心,都很有可能存在小工厂或者生产场所, 这也是为什么咱们的城市看起来比较乱的原因之一。 其实大多数都已经住在小高层或者小区里了,只是缺少科学的规划而已。 您看看吧,东京这范围从外到里,百公里以上都差不多,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区别。 日本的模式是窄马路,密路网,优化道路集配结构,并且在立体交通上做了很大的文章。 东京的地铁还能说什么呢? 跟咱们地上的道路一样密集,并且规划得相对合理,所以日本大堵车不会出现太多。 东京是全世界学习的榜样。 特别是在解决人口密度和生活舒适度的问题上有借鉴之处。 而巴西呢? 巴西人口密集的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。 而圣保罗的模式很清晰,就是小高层铺开了建设,在高楼的数量和密度上世界第一。 当然这里并没有很高的写字楼,不知道巴西为什么全国城市都是如此的统一。 圣保罗这种高楼范围能够保持百公里以上,整个城市1700多平方公里,比咱们的上海1500多平方公里还要大。 可以说扩张得非常惊人。 圣保罗是南美第一大城市,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有圣保罗的高楼面积大。 但仅仅论高度的话,那就差太多了。 圣保罗全部是这种不高不低的,所以看上去整体比较美观,也比较壮观。 这种模式为什么会在圣保罗出现呢? 那是因为巴西全国风格都是如此。 而且圣保罗的日本人有200多万,相当庞大。 日本人对待建筑的精致和实用性在住房建设方面,对有的区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 再加上圣保罗的道路建设相当震撼,光大马路就有6.5万条。 您看看如何呢? 咱们再来看一下人口密度较大的上海。 上海的人口密度大,但模式不同。 咱们国家发展小高层比较多,小区建设的又很快, 并且都是选择地理位置较好的地方建设开发的。 而一些相对薄弱的地方,根本就没有在考虑范围之内, 所以呈现一种选择性的繁荣。 或者也可以叫它为选择性的集中地。 但您根据自己来到上海的亲身感受, 很客观地讲,均衡性如何呢? 这和孟买很像。 您看看孟买的密度非常吓人。 这些地方都是房子拥挤在一起的, 所以印度应该是最糟糕的。 亚洲发展的比较均衡的,比较好的是日本。 无论咱们喜欢不喜欢这个国家, 他们的城市建设都有值得咱们学习的地方。 您觉得呢? 好了,这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了。 我是你们的老弟小周,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